Blander的资产库 今儿把脚下如何使用Blander的资产库 那这个资产库也是Blander 3.0新出的功能 跟我们之前讲的资产库非常类似 通过使用资产库 我们能够快速调用我们所下载好的模型 材质 HDRA等等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快速使用我们的资产 来生成一个我们想要搭建的环境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现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Blander资产库的一个展示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资产库的一个功能 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资产浏览器 我们能看到目前这个文件内所包含的资产 比如说像家具 这里有些装饰 那这里还有些其他装饰 那下方还有一些植被 这些模型都是位于物体这个目录里面 我们在左边可以自由的搭建目录 并且在每一个子集目录下面 我们可以继续搭建子集目录 来更好的去整理我们的模型 这里我们可以把想要的模型 直接拖转到画面中 比如说我可以先把这个衣柜拖转到画面中 直接用鼠标左键拖转 那拖转到右边之后 我们看到它自动生成一个方块 这个就跟我们在一些游戏里面 看到的画面比较类似 这个方框能够自动检测画面中的平面 当我们松开鼠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衣柜就放在了画面中 同时它的底部正好位于我们这个地面的上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手动的去调节它的一个位置 那对于其他模型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可以把一台电脑放到这个衣柜上面 所以我直接拖转电脑 我们看到它能够直接检测到衣柜上方这个平面 当我松开手的时候 这个电脑就位于上方 所以通过这个方法 大家就能快速地把一些模型迅速地添加到我们这个画面中 添加成之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对它的转向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它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除了地平面以外 墙面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幅画拖载到墙上 我们看到它会自动识别墙面的位置 当我松手的话 我们看到这幅画就放到了墙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这幅画的大小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可以按S键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这就是模型的一个使用 对于上方材质也是一样 当我们选择材质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材质球 在下方也对这些材质球进行了分类 使用材质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材质 拖转到画面中就可以 比如说只有我想要改变地板的颜色 我可以直接把左边这个材质球 拖转到地面上 当我松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地面就应用了 我们刚才使用的材质 那对于墙面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墙面 然后把它进行拖转 我们看到现在墙面就进行了改变 除了模型和材质以外 像灯光的设置 HDRI图片等等 都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存在我们的资产库中 以便我们之后快速调用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讲下如何去制作 我们自己的资产库 那要生成资产库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下载不同的资产 这里我们就用之前讲过的一个网站 叫做polyhaven.com 我们之前在这个网站中 下载了很多HDRI的这个图片 我们看到除了HDRI以外 它还包含一些纹理 还有模型 那这个网站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它所有的资产都是CC0 也就是说它是完全免费 而且免版权的 大家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去进行使用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模型 那这个网站上目前的模型数量并不是很多 我在视频描述中放了一些其他下载模型的网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每个网站对于版权都有不同的限制 所以大家在下载和使用时 要注意一些版权的一个条款 那我们看到这个网站上 有一些可以下载的免费模型 那当我们比如说选中特定的模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点击 那在右边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下载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模型的一个精细程度 那目前默认的是4K 那同时的话 你可以选择下载的格式 默认的话是Blender文件 你也可以根据需求 去选择其他的一个文件格式 确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文件点击下载 那选择一些模型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模型 整合到同一个Blender文件中 那我们看到在画面中 我已经把下载的模型 都统一放到同一个Blender文件里面 把模型放在同一个文件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的文件 然后选择追加 然后我们找到下载好模型 所在的文件位置 我们点击这个Blender文件 然后我们选择Collection 就是集合 然后我们选择集合中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点击追加 追加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在3D游标这里 就会添加我们这个模型 之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模型的位置进行移动 这样的话就能把所有的模型 摆在不同的位置 那把这些模型添加为资产的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这里我们可以先在左边开启个工作区 然后把它切换为资产浏览器 那我们看到资产浏览器里面 目前是没有任何文件的 这里比如说 想要把这个桌子添加为资产 我可以选择这个模型之后 我在右边模型 对应的这个名称这里面 我对它点击右键 然后点击标记为资产 那标记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名称旁边 就会多一个像是三本书 这样一个标志 然后我们在左边的资产浏览器里面 就能看到桌子的模型 那这里大家注意一点的话 就是说 资产浏览器里面 所添加这个物体的名称 和你在右边这里的名称是一致的 所以你在添加资产之前 先要确保这个物体 已经进行了合适的命名 之后再进行添加 那对于上方这里的床头柜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对它点击右键 然后点击标记为资产 那我们看到 这个物体就添加到资产中 那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拖转 它就会自动识别这个平面 来添加到我们的画面中 那这里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床头柜旁边 有很多这个碗 还有这个杯子 那这些物体的话 都是作为单独的模型存在的 比如说这里我想要把它添加为资产的话 我可以对它鼠标进行框选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边点击右键 点击标记为资产 那添加资产之后 我们看到这些物体 是分别添加到我们这个资产浏览器里面 而不是整体的进行添加 尤其我们看到我们的茶杯 因为这个茶杯的模型 是分为了瓶盖 还有茶杯本身 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瓶盖 也是作为单独的资产 添加到我们的模型中 那这里比如说我们想把这八个物体 作为一个整体来添加为资产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 从我们的资产库中清除 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右边点击右键 点击清理资产 那我们看到现在它旁边的标识就消失了 同时左边也没有了这些资产 那目前Blender是不支持 把整个一个集合添加到资产库中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些物体 作为一个整体添加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把它进行合并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之前讲过的 先用鼠标选择这些物体之后 我们按下Ctrl加J键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右边 它就变成了一个物体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对它点击右键 点击标记为资产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八个物体 就作为一个资产 称称在我们这个资产浏览器里面 之后的话如果我们对它进行拖拽的话 我们看到所有这八个物体 就放在我们想要的平面上 那这就是模型添加为资产的方法 在左边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可以对这些模型进行分类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子集 比如说我们可以管它叫家具 然后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子集 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差距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模型 拖拽到我们这个子集里面 然后我们在子集中 就能看到我们所拖拽的模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些模型 进行一个更好的分类 那如果你要想进一步分类的话 可以点击旁边的加号 再生成一个子集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资产浏览器上方这些选项 在这里有个选项叫做显示模式 在显示模式中我们可以来决定 我们所显示这个模型的一个大小 目前的尺寸是小 我们可以把它变为常规 就更大一些 那大的话 它顾名思义就是更大 还有一个细 那这个细的话 就会把这个模型变得非常小 所以在屏幕中 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模型 旁边这个搜索栏的话 会根据我们的命名 来快速搜索 我们想找的模型 比如说这里假设有很多模型 我们想找到这个查距的话 我就可以搜索t 那我们看到 现在画面中 就只包含了我们这个查距的模型 那右边这里有个筛选选项 通过这个选项 我们能够决定 画面中显示哪些资产 比如说我只想显示动作 材质 或者模型 或者世界环境 也就是我们之后 会添加这个HDR图片 通过这个选项 就能进行快速的筛选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如何在一个新的文件中 去应用我们所创建的资产库 这里我们可以先把画面中的模型 都添加到资产库中 那如果在右边 一个一个点击的话 速度肯定是非常慢的 这里有个快速的方法 是我们可以在右边 点击上方这个选项 然后把显示模式 改变为Blend文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物体 当我们把物体展开之后的话 这个物体下方 就是我们画面中所有的模型 但是这些模型 还没有经过整理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有些模型的话 它是有不同的组件组成的 像这里的抽屉 它就分成为了好多个 还有这里的植被也是 因为这里我们只是讲解一下 资产库的使用 所以我就先不把这些模型 进行整合 大家知道怎么整合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可以按Command键 去对个别物体进行单独选择 那如果你要想选择所有物体的话 你可以先显示第一个物体之后 拉到最下方 然后按Shift键 这样的话选择所有物体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键 点击标记为资产 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物体 都被标记成了资产 包括像后面这个明信片 它是每一个明信片 都作为一个单独的资产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 作为资产库进行保存 我们先保存这个Blender文件 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新文件 在新的文件中 我们可以先打开资产浏览器 我们看到资产浏览器里面 现在是没有任何资产的 那这里添加资产的方法 跟我们之前做资产库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选择上方的编辑 选择拼号设置 在拼号设置中 我们找到文件路径 在下方的资产库这里面 我们点击加号 然后我们找到刚才Blender文件 所保存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这里有保存到 Files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可以点击添加资产库 添加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命名 比如说这里面可以给它起名 叫做模型 之后我们关闭这个选项 接下来的话 当我们在资产浏览器 打开这个键头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多了一个模型选项 当我们点击模型的时候 我们看到刚才所添加的这个模型 都已经出现在这个浏览器中 那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拖转 把这些模型拖来到我们的画面中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放大 旋转还有缩放等等等等 那这就是把模型 作为资产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讲一下材质 还有HDI图片 那跟刚才的模型一样 材质的话我们也先需要进行下载 我们可以在Polyhaven这个网站里面 选择这个材质 然后我们看到画面中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材质 左边也进行了分类 那其实这个分类的话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比如说你在做资产库的时候 就可以按照网站的分类进行标注 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材质 进行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目指材质 那进入这个材质下载界面之后 我们在右边 同样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格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材质进行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Blender文件 打开Blender文件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画面中的物体删除 我们记得刚才在展示文件中 我们看到所有的材质 都是以材质球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这里我们做模型的时候 也可以先做成不同的小球 然后应用不同的材质 方便查看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NshiftA 然后生成一个经纬球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平滑着色 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到Shading界面 在Shading界面中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材质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开启Node Wrangler这个插件 我们可以选择编辑 然后偏好设置 然后在插件这个选项中 我们输入Node 然后确保Node Wrangler这个插件 旁边这个对号是开启的 开启插件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这里的 原理化BSDF节点 然后我们输入快捷键 Ctrl加Shift加T键 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文件框 这里我们找到下载好材质所在的文件夹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WoodTable这个文件 然后选择Texture文理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四个文件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文件名 知道每个图片所代表的意思 比如说Roughness是代表操度 Normal是代表法向 那有个更好的方法 是我们可以点击 右边这里的显示为缩略图 那在缩略图模式中 我们能看到每个图片 具体的一个效果 那这里我们需要选择三个图片 分别是第一个图片 针对颜色 第三个图片针对法向 还有第四个图片 是针对操度 选择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里的确认 点击完确认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材质 自动就已经能用到这个球上面 同时我们看到 Blender自动帮我完成了节点的连接 这三个图像 分别连接到了对应的一个位置上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左边的映射节点 对这个文理进行进一步微调 比如说你想让它在X轴上 Y轴上 还有Z轴上的缩放 进行修改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调节 这里我可以先恢复到默认的选项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对这个材质进行命名 这里我们在上方的材质这里 给它起名 我们把它的名字命名为 跟我们下载好的文件名一致 所有输入wood table 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文理 添加到我们的资产库中 我们回到Layout界面 然后我们开启材质预览模式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边 开一个资产浏览器 想要把这个材质添加到资产库中 我们选择这个物体之后 我们点击右边这里的材质属性 这里有两种方法添加材质 一种的话是我们可以对这个小球点击右键 点击标记为资产 还有一种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在上方这里 wood table旁边 点击右键 点击标记为资产 不管用哪种方法 我们点击完成之后 左边浏览器中 都会显示这个材质 那这里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快速添加另外两个材质 比如说可以先把这个球往左移 GY 然后可以复制两个球 所以Shift D 然后Y 然后再Shift D Y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中间这个球 选择shading界面 选择完中间这个球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的材质删除 然后我们点击新键 那接下来的方法一样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 快速添加另外两个材质 添加完另外两个材质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到Layout界面 那现在我们相当于就有了 三个不同的材质球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快速把这两个材质 添加到我们的资产库中 方法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点击 上方这里的选项 然后选择blend文件 然后选择材质 然后我们可以用Command的键 去选择我们想要添加的材质 接下来我们点击右键 点击标记为资产 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材质 也添加到这个资产库中 这里有几点需要补充 首先左边这里的材质球 并不受你画面中模型形状的影响 你给一个立方体 添加了材质 当你把它标记为资产之后 这个材质在左边显示的 仍然是一个球体 同时这种添加材质的方法 并不只适用于我们图片纹理 比如说你用Blender自带的节点 生成一个程序化纹理之后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材质添加到你的资产库中 添加完成之后的话 你可以在左边进行各种分类 对于HDRi图片也是一样 这里为了方便讲解 我就使用同一个Blender文件来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需要去网上下载HDRi文件 那在Polyhaven这个网页中 当我们点击HDRi时候 我们看到里面会有各种各样HDRi的图片 每个图片下方也大概展示了 不同材质在这个环境中 所显示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这里我可以点击下方这里的HDRi图片 那在右边跟刚才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分辨率 还有它的一个文件格式 然后对它进行下载 这里我选择的文件格式都是EXR 选择之后我们就进行下载 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把下载好的HDRi图片 导入到我们文件中 我们可以选择这里的世界属性 然后我们在颜色这里选择环境纹理 然后我们选择打开 然后我们找到下载好的HDRi图片的位置 我们点击打开图像 之后我们可以在上方进入到渲染视图 在渲染视图中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HDRi图片 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画面中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为我们的一个资产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个HDRi图片进行命名 我们可以在右边把这个Word 改成它的名称 比如说可以输入HDRi图片的名称 那输入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击旁边这个小球 点击标记为资产 然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添加另外两个HDRi图片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删除 然后点击新件 然后用同样的流程去把另外两个HDRi图片添加到我们资产库中 那现在我就把三个不同的HDRi图片添加到我们这个资产库中 接下来的话我可以在左边先进行个分类 比如说我可以有一类叫做材质 然后有一类比如说叫HDRi 然后把相应的文件拖拖到各自的分类中 但是这里通常情况下 建HDRi用一个单独的Blend文件来保存 这里为了几种时间 我是把两种不同的类型的素材放在同一个文件里面 把它们分类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流程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首先需要对它进行保存 之后当我们开启一个新的文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上方选择编辑 选择编号设置 然后我们在文件路径中 添加我们刚才所保存的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之后给它起个名称 这样在新的文件里面 就能看到我们刚才所保存的这些资产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讲完了如何去下载资产 如何去把这些资产添加到资产库中 以及如何去对资产库进行使用 那相信大家通过积累 就能慢慢创建属于自己的资产库 并且在以后的项目中节省更多的时间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樊宇 我们下期再见